有關於今天本黨所提出來第一個案子 我想就馬總統要到新加坡去參加馬席會的時候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主席蔡英文對於這樣的一個訊息 居然是感受到說是被突襲了 那如果說是感覺到被突襲了那我們就要試問 他是把他當作選舉議題在操作呢 還是說他根本沒有準備好 只是口口聲聲認為說他準備要執政 但是事實上對於兩岸對於國際的情勢 是不是有做一個相當的掌握 對於目前的國家情勢的一個發展跟兩岸情勢的發展 是不是有充分的去做一些理解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民眾也會給予一些質疑 另外如果對於黑箱的一個定義 如果只是不斷的沒有去理解到底他是怎麼樣的一個 來立法院報告報告的之後呢 怎麼樣由總統府跟立法院之間怎麼樣來做一個處置 那就動不動就安以黑箱這種最便宜的最方便 讓民眾能夠雖然不理解 但是能夠朗朗上口的這些灌有的伎倆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促成 我們過去這一兩年來在立法院的一些重大的一個政策政府的主張 動不動就灌以黑箱 但是又不聽說明不聽解釋 那我想這個部分起起為不可 那有關於這一次馬錫慧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處置 有這樣的一個發生 我想他應該是一個長久以來台美中之間 這個國際關係跟兩岸關係之間非常巧妙變化之下 的一個水到渠成的一個這個歷史的事件 所以呢對於兩岸的一個穩定的相較於過去的一個鎖國的一個概念 更能夠表現出說台灣社會基本上是應該更積極的真實的 而且努力的去向國際社會去表達 台灣社會是一個願意的一個和平的一個參與者跟一個締造者 所以呢他必須呢是一個友善的不斷的一個參與的國際事務 並且呢讓有這樣的責任 也要讓兩岸的關係呢是穩定的 是互會交流的 所以呢任何的一個政治情勢的發展跟任何經濟的一個發展 都不可能跳過大陸去跟國際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現實 另外的我也要講的就立法委員 從過去我在國民大會的時候 有請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事實上呢這是在憲法當中行有明文的 那在這個修憲的權責呢到立法院之後 事實上在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當中 我們今天提出這樣的主張呢也是合法的 對於呢這個其他在野黨呢認為在去之前是一個黑箱 回來之後呢我們呢又沒有辦法呢公開透明的透過立法院透過我們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做這樣一個監督啊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是我們立法院的懈怠 整個馬錫會呢能夠公開並且呢讓他呢這個變成呢是一個呢我們很重大的一個立法院的一個職權的一個形式 並且是為人民呢做好最好的兩岸之間的關係國際情勢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把關喔 那所以我們認為今天這樣一個案子呢應該呢在承舉委員會當中不但要順利的排 而且呢也希望院會呢能夠順利的通過 那能夠讓總統呢能夠來表達他在整個事件當中 他怎麼清楚的讓民眾知道他的前因跟後面的一個後續的發展 那以及呢民眾也有一定的醞釀了這個時日之後 也一定有很多呢也希望透過我們民意代表來做發言的部分啊 也希望總統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公開的一個場合當中 來做明確的回應啊 以解決啊這個不應該有的各種的扭曲啊跟疑義 以上謝謝 謝謝相關政委員 請王玉銘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想馬錫慧